OK老板,这个机器基本上我教你是怎么用 所以你开机的时候你会看到123456789到0 然后speed1号不要去抄它,因为我们已经抄好给你了 2跟3是空的咯,暂时性没有东西 第四,menu,menu的意思就是说 你放钞票下去的时候 它会auto走还是不会auto走 这个基本上menu的话它是不会走 你要押这个enter,它才会跟你算钞票咯 这个是假钞来的,所以它停咯 假钞的话它就会停咯 然后你拿出来 然后这一张 折到了咯,折到了它也是会停咯 基本上折到了的钞票 还是不美的钞票,它也会停着 叫你去check一下那个钞票 然后这一张,有可能也是它会suspect说是旧钞 它会停下来咯 然后全部是没有 so,你一算好了之后 你就会看到这一边是48张,144块 report是在display这边看 那你会看到它的report咯 ok,如果你一压完了之后 你要去回它的display 你要压这一边咯 so,每算完一次 你要reset一次,变成0 给它走一下 然后如果你放这一个放auto的话 你看到这边auto嘛 so,你一放auto下去的话 你一放钱,它就auto算了 so,这个是假槽 所以它tick,它停下来咯 这是假槽 然后display so,基本上我会要求你们放就是这个放menu 放menu 然后你的钱 这边它可以抄的嘛 不要放太左 也不要放太右 因为它的sensor在这边两个 看到吗 它sensor在这边 so,一般上你的钱 如果是一块的 尽量把它抄回那个位置 一块的位置 然后放在中间 钱要放在中间 因为它的sensor在这边看到吗 so,你要放在中间 然后抄回去 所以基本上 为什么我会叫你用menu 因为你要调这个 你要调这个 你要调这个 ok,你一定要调 如果你不调的话 你的钱太左太右 它也很难算的 so,你就按reset so,刚才停下来是因为你看到吗 它这里有折到咯 折到的纸啊 还是旧抄啊 还是这一种有黏 sticker的 有黏 sticker的那种 假抄啊 不是假抄 就是真抄啊 好像这样子 你看有黏 sticker的吗 有黏 sticker 它也不会给你过的 看到吗 即使它给你过都好啦 你也会看到这一边 可能它会想的 它想的话 就是说你要拿出来看一下 是不是有黏 有黏子啊 就是说这种有黏子啊 它也会告诉你说 这张钞票有一点问题 so,你要看一下咯 so,接下来就是mix mix 你也看到这边写mix咯 mix的意思就是说 所有钞票都能参在一起算 十块五十块一百块都能参 sauce的话呢 就不要压sauce的话 如果你是说你有十块五块一百块 参在一起的钞票 它只是会算你前面那一张一块 跟着后面全部都是算一块 它不会mix 然后这个cow呢 cow如果你只要算多少张 你就可以换它去cow 要不然全部放它在mix mix的纸张那一边 全部放它mix bash呢 就是说如果你要十张停一次 十张停一次 你就放bash 然后压你要多少张停一次 clear的话呢 基本上是没有东西的 不要去动它 Display就是说给你看 它的report有多少张 然后压回去 就会去回Display这边咯 Colency这些全部不要去动它 Malaysia moon这些全部不要去动它 menu也不要去动它 因为menu这些东西 你看到这些level啊 speed啊 全部我们已经set到好好了 所以基本上不要去动它 全部不要去动它 如果你一压到menu的话 你要回源Display 你就压回menu 它就回来这边 so 久而久之如果你用了之后 reset它一下 给它清洗一下 reset它 然后如果你算到一半的时候 你的钞票卡在这一边 你看到它卡在这边 你又拉不到上面也拉不到 你machine转来后面 so 你压这一边 压下来 这里可以开 就这里可以开咯 so 要不然你就锁回去 ok so 你就锁回去咯 就是这样子吧 so 你customer如果有问你的话 基本上你send这个video给他看一下 他基本上就会明白 总之 这一个全部用menu 因为你的钞票一放下去之后 一放下去之后 我要你抄它这一个 抄给它 就是说准它的钞票的位置 就是全部要在sensor 算钞票了 全部要在sensor这一边 在sensor这边 然后压 算 ok 如果这个是假钞 假钞 放下去它就会响 啊 响咯 它会出这个 arrow 出来跟你说这一张 有可能是假钞 也有可能是 half note half note 就是说坏了啊 还是support了啊 它就会出那个notice 出来给你咯 so 你叫你customer 自己看menu的instruction 就会明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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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